借过百年彩绘台湾比赛得奖作品即将在7月5号下午进行开幕茶会 会中除了安排各类的得奖作品可以让民众观赏之外 更会请到对于胶彩油画水墨以及水彩有相当程度专业的老师 来和民众来个互动分享 7月5号也就是明天我们会办一个台湾国展的一个开幕的茶会 分别由四位主讲人还有来跟我们谈这个我刚刚讲的胶彩优化水墨水彩 这四大类的不同的一个创作的理念跟分享 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共享这些 若对于这方面的画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多来参与和亲自来接触 以上新闻由东台新闻部综合报导